我们再选另外一个模板 这是分屏模板 上面图片下面视频 因为我们软件本身不会做 对素材做那个调整 所以你们选择素材的时候 一般最好是提前试着好比例 放上去画面就会比较好看一些 这些模板都可以选的 然后我们回到所有这些应用界面 选信发设置 到通用设置里面 选择开机启动和应用守护 我们更改为单机播放 这样的话开机自启动 就会播放我们单机插油盘的内容了 设置好了之后 就再回到单机播放里面 然后去让它自己播放就可以了